他是一个不一般的网红,也可以说是现在做知识付费类型最赚钱的一个博主,在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视频平台当中,都能看到他开通的读书账号。 一本书,他只要用几十分钟就能讲完,一年下来的营收甚至达到了惊人的十个亿,那么他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呢? 这一路走来,他又是怎么获得成功的呢? 本期的子牙童巨商,江锦囊就带你一起认识一下这位堪称成功学的大师,樊登看看他的致富之路是如何著成的。 故事还要从他小的时候开始说起,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,樊登出生在了陕西西安一个条件还算是不错的家庭当中,他的父亲是大学里面资深的教授,母亲也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。 换句话来说,樊登从小就是在书香门第中长大的,而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,樊登从小自然就接受到了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,家里面藏书众多,所以小时候樊登自然而然地就爱上了读书。 樊登的父亲在家教方面看得很严,而且,他作为一个理工科专业出身的教授,从小就规定,樊登只能阅读一些理工科类的书籍,不允许他看那些所谓的贤书,只不过他的父亲显然有些矫枉过正,就连一些世界名著,他也不允许樊登去看。 樊登也都是叛逆的,越不让樊登看,他就偏偏要偷偷看,所以樊登每次都会偷偷抱着各种各样,在他父亲眼里的贤书,回房间阅读,久而久之,他就拥有了同龄人,完全无法比拟的知识储备量,这样的经历为他未来的创业之路打下了非常结实的基础,这又何尝不算是一种因祸得福呢? 另一方面,由于父亲的逼迫,樊登也对数理化这些科目产生了厌恶之情,虽说在上学的时候,他凭借着出色的学习能力,每科都能考到高分,但是心底里,他对于这些科目可以说是恨透了,他觉得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值得钻研,人活着就应该尝试一些新事物,而不是照着教科书练习来寻找标准答案。 他到底有多讨厌这些科目呢?据说在樊登研究生毕业的时候,当着所有同学的面,把那些讨厌的科目教材书全部都扔进了垃圾桶,狠狠地卸了一次份,他还开心地向同学们炫耀,自己再也不用准备这种科目的考试了。 高考之后,凭借着出色的发挥,樊登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,这当然是在全国范围内排行前列的名校,但是他却学到了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,怎么办呢? 于是,樊登就有了另外的爱好,辩论。 除了应付考试,樊登刻余时间最喜欢做的就是练习怎么样辩论,他还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辩论赛,观看各个辩论大神的辩论视频,在准备比赛的时候,有时候樊登为了想论点,就要在图书馆里看上一天的书。 也正因有了这样的态度,他带领的辩论队斩获了不少的荣誉,甚至拿到了98年全国大专辩论会,还有次年国际大专辩论赛两个含金量十足的冠军,也正因为在辩论赛场上的出色发挥。 他在后来参加主持人大赛的时候,受到了非常多人的喜爱和关注当时的湖北卫视,甚至为他开出了50万的年薪,在那个时候,这绝对算是天价了。 樊登自然是很快就答应了湖北卫视的邀请,这样的年薪,对于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,根本没有办法拒绝。 可是等到真正工作了之后,他才发现钱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赚,在别人的引荐下,樊登很快就选择了辞职。 他的下一站是央视。 在尝试了许多央视里的节目后,樊登才慢慢意识到,自己可能根本不适合走主持人这个路线。 当一份工作,慢慢成了一个人每天为之不断焦虑的事情,那么确实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换个行业了。 樊登就是这么做的,他勇敢地跳出了舒适圈,回到了高校,重新读完了博士学位,当上了一个普通的高校教授。 那么到底又是一个怎样的契机,让樊登走上创业之路的呢? 其实,早在校园里的时候,樊登就曾经想过知识付费这件事情。 当时他有一个学长正准备创业,可是在销售这方面遇到了难题,就来请樊登一起帮忙想想办法。 见多识广的樊登直接给学长写了一个手册,这个手册是根据一本有关销售的书籍写的。 没想到学长看完手册之后,直接给了樊登几千块钱报酬,就是从这一件事情过后,他意识到知识付费也可以做成一种商业。 2013年,樊登又一次意识到了读书拥有一个很大的市场,因为普通人根本没有办法用那么大的精力去研读一本书,但是如果能够读完一本书,是能够获得很大的回报的。 樊登想,如果自己能够把一本书用最短的时间给他讲述清楚,让读者以付费的方式快速听完一本书,那么不是很赚钱吗? 樊登读书APP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应远而生的。有人曾经建议过樊登,让他一开始不要用付费的形式让消费者来读书,应该先免费,后面再慢慢转为付费,否则恐怕根本吸引不到消费者。 樊登坚持认为,那是在欺骗观众,要收费就要明码标价,于是他把会员价直接定成了一年365元,相当于一天一块,后来他又通过了朋友圈等方式进行推广,吸引了许多的代理商,这些代理商们以为利润高昂,所以在APP推出一年之后,纷纷选择了加入。 樊登,全国各地30多个省市,陆陆续续都拥有了樊登读书的代理商,樊登读书就这样火遍了全国。 不得不说,樊登读书的成长速度是相当惊人的,在2019年的时候,他的会员增长数量就已经突破了1600万,软件平台的用户数量甚至达到了3个亿。 到了2020年的时候,一整年的收入更是超过了惊人的10个亿,樊登可以说是走了一条完全不一般的路线,实现了财富自由。 当然了,正所谓人红是非多,樊登解读的书籍里面有大量鸡汤味性的书籍,也正因为这一点,他还被称为成功学大师,其实这里的含义褒贬不一。 有人说,樊登就是在忽悠别人,继续为知识付费罢了,也有人说,樊登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思想建议或许真正的用意,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 如今,樊登读书已经被改名成了翻书,樊登自己也成了一个颇有知名度的小网红,几乎每一个短视频平台,你都可以看见他自己创立的账号,这些账号也当然全部都在讲书,粉丝数量只增不减。 谁也没有想到,这个曾经只知道辩论的学霸,现在竟然成为了一个如此成功的商人,也希望他未来能够在知识付费这个领域继续发光发热。 那么你们觉得,樊登之所以能够成功,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,你们的每一份鼓励,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 请不吝点赞并且转发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